把這個篩選 這個篩選是把那個 1的部分留下來 0的部分不要 那當然前一個範例是 把它塗顏色啦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trl C 貼到這個範圍 但如果你未來要填顏色也可以 你只要把這個範圍 常用裡面再加一個油漆筒 黃色然後把這個 這個篩選的條件 再把它移除掉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只要是黃色的 這個當然你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Conif實際上有點過度 那這樣的話呢你會發現 很快的就是只要是黑名單的位置 也會顯示出來了 所以 用法其實還蠻多元的 所以以後兩個範圍的比對 我覺得用Conif是最簡單 而且不用花時間 因為以前還會想說用VBA來怎麼比對 那VBA比對的話 可不可以啊 可是要寫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是 一樣嘛 抓那個範圍 一個回圈是抓這個 兩個去比對 那這樣比下來的話 要比很久耶 OK 有沒有 範圍比對 所以用Conif有時候很快 可以把結果做出來 那如果你假設要變成一鍵完成的話 一樣把那個過程錄下來 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完成 所以我前面一直強調 如果你要再更進階 更上一層樓的話 錄製聚集會是必要的 因為很多人一下要把VBA寫出來 從無道友 要你把它寫出來 對很多人來說 還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至少你可以錄製聚集 我覺得VBA跟其他的程式語言 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他可以自己幫你寫一些程式出來 那你可以在有一些基礎之下 再來做修改 所以可能你們要學VBA 我覺得要你能夠學到 真的可以完全自己寫程式 恐怕不是短時間可以 但是至少你錄製聚集來修改 所以你可能需要做的 目前現階段還是要看人家的範本 有沒有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至少我們雲端上面很多的範本 你可以拿來做參考 反正人家寫的東西你拿來參考 至少會複製貼上再改一點地方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我相信第一階段你還可以 再來才有辦法說 你自己可以寫點東西出來 否則的話 這個中間太困難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學程式語言 程式設計 會很容易陣亡的原因 就在這裡 因為真的是還蠻難的 那因為難 所以他是一個專業 而且這個專業素養 相對的養成不容易 所以養成不容易才有價值 所以每個人都會的話 那沒什麼價值 就是因為別人都不會 只有你會 那當然你就有價值了 對不對 你的行情才有辦法稍微再提高一點點 對不對 如果你會的東西大家都會的話 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嘛 是不是 OK 所以盡可能 所以這我蠻有危機意識的 所以我常常告訴我自己 要經常的不斷的在累積 墊高自己的專長 所以當然我不是只是教這個程式語言 我教過程式語言超過十種以上 而且每一種幾乎也不能說如數加增 但至少還有那麼一點水準 所以你找一下我其他東西 我除了教VBA之外 我還教手機設計 App的手機設計 Java 還有Python 新的東西 OK 只要有新的東西 很快的我也可以切入 但你想說 老師你怎麼這麼厲害 一下心 其實我不是從頭學 跟各位講一個 分享一個經驗 你把那個 它一樣的地方 都不用學了 因為跟其他 你說跟Java 有什麼不一樣 大部分都一樣 宣告變數 資料形態 邏輯 回圈 有沒有 跟VBA不一樣 也是一樣啊 有什麼不一樣 換一個名詞而已嘛 對不對 那你只要把那個 不一樣的地方抓出來 OK 而且呢 就是它裡面的韓式庫 一定也有處理字串的 一定也有處理數字的 一定也有處理日期 跟處理時間啊 諸如此類的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只是換一個地方 那你只要把那些熟悉之後 你大概就可以掌握這個程式語言 大部分的功能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我又把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串接公式有沒有 我把它放在其他 雲端白板裡面的 其他補充 這個範例裡面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入門班的 你們在其他普通範例裡面 入門裡面呢 可以找一下 我剛剛有把 這邊又建一個範例 叫做公式串接 利用的是 range裡面的address屬性 OK 那這個當然我剛剛提過 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裡面的話就有個範例檔 這個範例檔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呢 長的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要做的是希望怎麼樣 一鍵完成 把這個看 把這個有沒有 按下這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這三個東西輸出 OK 那這三個我剛剛有提過啦 其實就是把利用那個range裡面的address屬性 把它輸出到儲存格裡面 這個範圍 OK 所以可以try一下 第二個可能需要的就是 它裡面有一個 $錢的符號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replace 就VBA裡面有個屬性叫replace 取代 把錢的符號取代成沒有 就輸出了 OK 那基本上我寫好的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那當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啦 大概就是剛剛提過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先新增一個叫 串接公司的一個sab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用什麼呢 這個s是一個 一個自己取的一個變數名稱 那這個變數的話就是串接 串接什麼呢 串接range b1的address 所以過來的話是$b1 串接什麼 加 b2 b3 都有錢的符號 再來用replace VBA裡面有個屬性 有一個函數叫replace 把這個字串裡面的錢的符號取代成沒有 取代完就是各位看到的這個 再把它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range的c4 底下都一樣 所以底下的這三行 跟上面這三行 其實齁 只差別是在哪裡呢 把b換成c嘛 然後最後輸出到c5 輸出到這裡 最後呢 再把兩個結果給串在一起 最後再加上等於21就ok了齁 所以這個我把它那個租行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反正如果等一下有額外的時間的話 有興趣同學呢 自己再玩玩看 ok第一個齁 串完之後呢 丟到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這個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s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有一個錢的符號有沒有 加上錢的符號再加上錢的符號 串到s裡面 所以s暫時存放 那可是我希望把錢的符號去掉 那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replace 所以replace結果完之後的話 有沒有發現 b1有沒有 加上b2加上b3 這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然後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我要的這個目標儲存格 c4 所以你就把range c4寫在前面 把s寫在後面 它就丟過去了 所以自行這一行 丟過去 有沒有看到 結果就 所以它還蠻聽話的啦 那前提你要知道這個順序 ok 然後呢 一樣的方法 再把c的部分串 丟到cr5 最後串完 最後再加個等於21 那你可以看到 結果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呢 剛好是同學問啦 我覺得這一題難度也不高 但是很重要 因為有些觀念的話 你如果不清楚 恐怕要做會有問題 那參考答案在上面 所以剛剛呢 我做完的結果畫面在這裡 剛剛的程式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其實我之所以會 用那個實際上的範例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發現你們真的是需要範例 你們不需要太多的理論 因為自己看書 我發現很多同學 其實已經自己買過很多本書回去看 但是看完之後呢 還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會盡可能把時間花在 再來就是說教你怎麼做 而且是真的可以做出結果來 這個可能會比 告訴你一堆理論 來得更 比較 實際一點 當然不是說理論不重要啦 不過我會最後你做完之後 再告訴你為什麼 那個時候你可能就 原來是這樣 比較能夠豁然開朗一點 否則的話 有時候直接告訴你一些理論 說真的 你聽完一些理論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程式該怎麼寫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是額外同學問的問題 我是把它放在 就是雲端白板裡面 的其他補充範例的入門 那你找一下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那個入門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公式串接 瓜湖Range的Address屬性 試一下